本集讲生活讲享受 边探滋味美食 边投入精彩的美国旅程 了解现在保险服务的新趋势 看看新科技为我们带来什么好处 跟艺术家陈汉荣谈谈 看看他如何令日常生活变得不平凡 还会透过精緻的自制首饰 去表现自己 Kandice 是 我刚才在想,其实我们很相似 就像我们在澳洲读书 然后回到香港工作 虽然香港什么都有 但有没有什么你特别想念那边的生活 很想念可以常常跟家人见面 有个工作生活平衡 还有大自然 那道生活好像很悠哉悠哉 好像常常放假 虽然西方的文化是比较放鬆 比较轻松 但我觉得很多时候他们都很创新 还有有大胆冒险的精神 还有在他们的食物当中 就很容易找得到 说到外国饮食文化的大胆创新 我想一定要由他们的汉堡包开始讲起 因为其实汉堡包用的食材 可以很天马行空 不用跟任何规则 看到我面前的汉堡包 颜色这么鲜艳 已经知道它用了很多创新的食材在里面 这么漂亮,先试试 每一口都很丰富 好像每一口都吃到很多不同的材料 而且我特别喜欢它的烟肉和牛肉的配搭 很汁 再加上酱汁,真的很棒 一个汉堡包的灵魂 当然是一块汉堡扒 不过如果想试试新东西的朋友 这个层层叠汉堡就值得留意 家人它用的不是传统的汉堡扒 而是改用了酱烧牛肉 配上烧烤酱和芝士 吃下去超级汁 说汉堡包多元化 应该没什么人会不同意 就算不太喜欢吃牛的朋友 也还有千千万万的配搭可以选 好像这个脆辣鸡肉包一样 适合喜欢吃鸡的朋友 脆薄薄的口感 加上辣酱和其他配料 带一些东南亚风味 味道够豐富 吃完一定很满足 做得更好 近几年,我开始吃素 而这个汉堡是用素肉做的 全合我 可以加蛋黄酱 也可以不加蛋黄酱 看你个人口味 让我试试 雖然漢堡是用酥肉做的 它依然很有味道 而且配料也很新鮮 除了漢堡包文化之外 西餐的肉類菜式 都一樣可以反映西方人 和漢堡包文化之外 對吃的那種豪邁和創新的感覺 看看這個和牛切片西冷 肉質鮮嫩的和牛西冷 煎得剛剛好 真的看到也令人流口水 介紹了那麼多不同款式的漢堡包 和肉食 當然是時候要介紹一下素菜類 眼前這個沙律 就應該適合大家口味 這碟火箭菜沙律 有青蘋果、紅蘿蔔、南瓜籽等等的食材 加上表面塊三文魚 真是夠健康 至於素食的朋友 如果想吃得惹美一點 這個芝士手工薯片 就應該符合大家的要求 這個小食最吸引人的地方 就是它採用了植物肉 加上融在表面的芝士 燒烤醬等等的材料 不僅足夠滋味 還可以看到外國飲食文化 在食材運用方面的創意 所以我們也要吃飲食文化 我們也要吃飲食文化 好, 吃飲食文化 好了, 吃飲食文化 好, 吃飲食文化 好, 吃飲食文化 我喜歡大學, 吃飲食文化 一邊溫習,一邊喝一杯辣啤 特別入魯 我也是,但我喜歡喝辣滑 是嗎? 對 早知道你是咖啡迷 今天有些棒的東西,請你喝 你真的很細心,Marcus 先嘗嘗 好喝嗎? 很好喝 而且這杯很特別 除了咖啡好喝之外 這杯其實是滑鼠糙,可以吃的 很有趣,還很環保 不如我們多點幾杯 之後你再告訴我你在澳洲的生活 不告訴你 是這樣的 好,來吧 Doss,你搞什麼?你沒事做的? 今天很失敗 我覺得你是不是要去驗一下眼睛? 你別嚇我 不過又是時候去驗一下眼睛 不過說實話,現在驗眼睛真的不便宜 而且我的保險應該不適合了 對,如果保險不包的話 其實對某些人來說,真的挺貴 說到保險 我覺得整件事都很繁複 有經常要有代理,要填很多模式 你有沒有試過這些問題? 我完全不覺得 每次都很快完成 這麼有趣?你的保險在哪裡搞的? 作為第一間虛擬保險公司 我們其實所有東西都是以科技為本 我們提供一個網上的平台 令你可以直接接觸到醫療保障 我們透過科技可以令整個字簡單了 而且便宜了很多 令所有人都會得到直接的保障 我們所有東西都是線上的 由頭保、核保、索償都是線上進行 透過手機和手電腦都能做到 其實我們提供的產品 都是純保障為主,沒有投資性分 以醫保為主,譬如致遠醫保 藝術、醫療各方面 我們覺得這樣的經驗 反而是現在這一代是想需要的 阿Fred還提到網絡世界 帶到很多跟保險有關的資訊給大家 好像現在,網上保險 會有線上客戶服務 當大家有問題的時候 就可以更快捷地取得清晰和詳細的回應 效率也比較高 Janison,你有沒有發覺 我現在真的所有事情都可以上網做 無論是上網預訂程式 又或者是買菜,真的很方便 但正正因為經常對著螢幕 我們就少了出去 所以很多朋友都開始關注自己的健康 是,Daz,我同意 現在真的多時間留在家上網工作 但我也知道很多朋友 都很關心自己的身體 都會為自己定下目標 看看如何令自己變得更加健康 其實近年大家的健康意識都提高了很多 甚至會制定不同的健康生活方式 保險業界又如何支援這個構思呢 我覺得其實不只想成為一間醫療的保險公司 我們希望顧客也會健康 例如有幾個例子 我們有個醫療計劃 中間有1300個醫生 可以提供悶診服務 第二就是我們有健康的計劃 透過最大的眼鏡連鎖店 去提供全面的護眼檢查 我們希望透過這些服務 可以跟顧客有個直視的渠道接觸 而且可以給他們更好的接觸 我想真的很細心 Daz, 我另外還找到一件 關於網上保險的東西 挺有趣的, 你想不想知道是什麼? 當然想, 告訴你聽聽 你肯肯贏得我才說 不再讓你了 我自己很喜歡拍照去紀錄生活 特別是拍攝一些食物 和和朋友自拍 在這個世代 每個人都有一部智能的電話 所以拍照也變得很方便 而且相片可以將生活一些時刻 和點滴紀錄下來 又回味這些照片的時候 你就可以發覺原來是這麼有意義 和可以勾起很多回憶 陳漢榮, 18歲就離開香港 去了美國發展 一直從事商業設計行業的他 十年前從美國回到香港 開始專注攝影藝術 為了分享攝影作品和藝術理念 他曾經在世界不同的地方 舉辦攝影展覽和藝術講座 希望將他記憶中的城市影像 變成藝術作品和大家分享 我喜歡拍照 因為這是一個很便宜的方式 我自己表現 我自己也有一個很魔妙的畫面 因為當我拍照 我拍照 不可能再重新重新的畫面 我拍照 我拍照 你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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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我的拍攝影音效果 拍攝影音效果 基本上是一組合影音效果 當我旅行或走到街上 如果有某種類型的事物 我會有某種類型的想法 我會有某種類型的想法 作為拍攝影音效果 作為拍攝影音效果 所以我會拍攝影音效果 然後我會拍攝影音效果 然後用我的機器 作為一個模型的模型 來配合攝影音效果 作為一個模型的模型 在我工作的模型 在新約在 West Village 那我認為我比較不同 從一般的藝人 因為很多時候 藝人的藝人會說 你不是一般藝人 因為你出現了時間 然後你很失敗 我認為所有的經驗 經驗音效果 幫我變成誰 我現在 我感覺到 很開心 擅長自己 比自己的方式 擅長自己 我認為 會很開心 使用我的動作 擅長自己 能夠轉動 各種機構 都交換 將會把可以做的 動作 動作 一個大挑戰 動作 非常大 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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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apply, you know, my photo montage onto five different panels. So basically, so speaking, I'm creating recreating five different photo montages. The message that I want to bring to the to the public is, I think, you know, with the pandemic, we are all in a very funny situation emotionally. We are all affected by the pandemic and everybody will come down with some kind of, you know, blue emotions. And I think the moving vehicle is of cheer people up. And I just want to bring the message that there's hope, you know, in life. I'm a little bit selfish. I have to say they are all my babies, so I love them all. And every single piece, I put my heart and soul in it. So I like them equally. I would say, you know, whether I do a small little sketches to a moving vehicle, you know, I put the same amount of, you know, energy to it. I would say those three words will b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I mean, with the past, it won't be, you know, the present me. And with what I'm doing now, you know, it will lead to my future creation. 每個人拍每一張照都有不同的目的. 有些人用來記錄生活, 有些人就表達自己的情緒出來. 但我覺得不一定要用照片,可以用影片、文字 或者畫畫的方法,只要大家用創意 將自己的感覺表達出來, 每個人都可以成為一位藝術家 不說你不知, 飾物在高代是身分的象徵 雖然現在好市人會特意帶一些飾物 去突顯自己的地位, 不過有一樣東西是沒變過的, 就是大家都很喜歡漂亮的東西 而帶一些漂亮的飾物去襯衣服 永遠都會這麼巧 他們會想到一個氣氛的轉向 有些傳統的俄羅佛人 會本身的婚禮照 給未來年代, 後來改變的 他們相信 有些好作品、有些新的 有些新的東西、有些古早的東西 可以送出好美的帳戶 所以当我们设计和选择材料 我们会考虑的质量和质量的质量 质量质量质量的质量 但会变得更有意义 我设计的设计是 质量质量的质量 从全世界上 像美国的薄药 ają用美国的咖啡 用各种技术 形式,分配合 维尾,综维尔,架头 和较材料 在我的账户里業用来 我会认为更好的认识 商品质量质量 制作的质量 我开始用盘子 上做工具 线装材料 我選擇的材料 然後繼續嘗試最好的效果 是用上的刷子 人們可以設計自己的材料 根據自己的選擇和需要 要做自己的材料 我會給他們一些提示 材料和配合的材料 然後他們可以做自己的設計 更容易 我的最愛的材料是刷花 我可以用刷花的刷花 然後可以展開 所以我可以改變形式 每一樣東西在每個人的心目中 都有不同的價值和意義 一件飾品可能是你的全家之寶 又可能是定情稅物 我自己就覺得飾物 是女生送給自己最好的禮物 我偶爾也要買來獎勵一下自己 例如耳環、戒指等等 這些精緻的東西就最適合我了 我貪圖細看得來, 又夠搶眼 還配搭很多不同的造型 我最喜歡的是 我最喜歡的衣服 也會用於衣服 最喜歡的衣服 我最喜歡的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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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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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只要找适合方法和路向 每一天的生活都可以创造出 无穷无尽的惊喜 想取得多些生活灵感 接下来就要继续黏着我们 进程去讲生活、讲享受 私下来自世界各地的精致美食 学一下如何令每一天 都过得健康点、开心点 还会捆贴各种潮流资讯 和不同的名人聊聊天 分享他们的成功之道 想享受人生 就千万别错过下一集的节目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